马可福音第一章 约翰下见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 宣传神的福音 日期满了 神的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 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 在海里撒滑 他们本是打鱼的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 跟从了他 耶稣稍往前走 又见西门太的儿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在船上捕网 耶稣随即招呼他们 他们就把父亲西门太 和故宫人留在船上 跟从耶稣去了 到了加拜农 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 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 正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文士 在会堂里 有一个人被窝鬼附着 他喊叫说 拿撒勒人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神的圣者 耶稣责备他说 不要作声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乌鬼将那人抽了一阵风 大声喊叫就出来了 众人都惊讶 以致彼此对问 这是什么事 是个新道理啊 他用权柄吩咐乌鬼 连乌鬼也听从了他 耶稣的名声 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他们一出会堂 就同着雅各约翰 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 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 就有人告诉耶稣 耶稣敬前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热就退了 他就服侍他们 天晚日落的时候 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 和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 又赶出许多鬼 不许鬼说话 因为鬼认识他 此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 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 遇见了就对他说 众人都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 我们可以往别处去 到邻近的乡村 我也好在那里传道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于是在加利利全地 进了会堂 传道赶鬼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 向他跪下 你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动了此心 就伸手摸他 我肯 你洁净了吧 大麻风及时离开他 他就洁净了 耶稣严严地嘱咐他 就打发他走 你要谨慎 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又因为你洁净了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做证据 那人出去 倒说许多的话 把这件事传扬开了 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地进城 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 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 第二章 过了些日子 耶稣又进了家摆农 人听见他在房子里 就有许多人聚集 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 耶稣就对他们讲道 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 是用四个人抬来的 因为人多不得进钱 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 拆了房顶 既拆通了 就把摊子连锁躺窝的褥子 都坠下来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摊子说 小子 你的罪赦了 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 心里议论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健忘的话了 除了神以外 谁能赦罪呢 耶稣心中知道 他们心里这样议论 就说 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 或说起来 拿你的褥子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摊子说 我吩咐你 起来 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 立刻拿着褥子 当众人面前出去了 以致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与神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耶稣又出到海边去 众人都救了他来 他便教训他们 耶稣经过的时候 看见亚勒肥的儿子立位 坐在水关上 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 耶稣在立位家里坐席的时候 有好些税吏和罪人 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 因为这样的人多 他们也跟随耶稣 法利塞人中的文士 看见耶稣和罪人 并税吏一同吃饭 就对他门徒说 他和税吏并罪人 一同吃喝吗 耶稣听见 就对他们说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照义人 乃是照罪人 当下 约翰的门徒 和法利塞人进食 他们来问耶稣说 约翰的门徒 和法利塞人的门徒进食 你的门徒倒不进食 这是为什么呢 新郎和陪伴之人 同在的时候 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 新郎还同在 他们不能进食 但日子将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日他们就要进食 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 恐怕所补上的新布 带坏了旧衣服 破得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 装在旧皮带里 恐怕酒把皮带裂开 酒和皮带就都坏了 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 耶稣当安息日 从麦地经过 他门徒行路的时候 掐了麦祟 法利塞人对耶稣说 看哪 他们在安息日 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者 大魏和跟从他的人 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当雅比亚他 做大祭司的时候 怎么进了神的殿 吃了陈舍饼 又给跟从他的人吃 这饼除了祭司以外 人都不可吃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第三章 耶稣又进了会堂 在那里有一个人 枯干了一只手 众人窥探耶稣 在安息日 医治不医治 意思是要控告耶稣 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 起来 站在当中 在安息日 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哪样是可以的呢 他们都不作声 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 忧愁他们的心刚硬 就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付了缘 法利塞人出去 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 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 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 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 就从犹太 耶路撒冷 以图买 约旦河外 并推罗西顿的四方 来到他那里 他因为人多 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 免得众人拥挤他 他治好了许多人 所以凡有灾病的 都挤进来要摸他 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 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 你是神的儿子 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 不要把他显露出来 耶稣上了山 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 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也要拆他们去传道 并给他们全柄赶鬼 这十二个人 有西门 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 还有西必泰的儿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 就是雷子的意思 又有安德烈 菲利 巴多罗买 马太 多玛 雅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太 并奋锐党的西门 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 尤大 耶稣进了一个屋子 众人又聚集 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 耶稣的亲属听见 就出来要拉住他 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 他是被别西部附着 又说 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耶稣叫他们来 用比喻对他们说 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 若一国自相纷争 那国就站立不住 若一家自相纷争 那家就站立不住 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 他就站立不住 必要灭亡 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 抢夺他的家具 必先捆住那壮士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使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 都可得赦免 凡亵渎圣灵的 却永不得赦免 乃要担当永远的罪 这话是因为他们说 他是被污鬼附着的 当下 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 站在外边 打发人去叫他 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 他们就告诉他说 看哪 你母亲和你弟兄 在外边找你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就四面观看 那周围坐着的人 看哪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凡遵行神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 姐妹和母亲了 第四章 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 他只得上船坐下 船在海里 众人都靠近海 站在岸上 耶稣就用比喻 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 你们听啊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 飞鸟来吃劲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 土迹不深 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 因为没有根 就枯干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长起来 把它挤住了 就不结实 又有落在豪土里的 就发生长大 结实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又说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无人的时候 跟随耶稣的人 和十二个门徒 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神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若是对外人讲 凡事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是看见 却不晓得 听是听见 却不明白 恐怕他们回转过来 就得赦免 你们不明白 这比喻吗 这样怎能明白 一切的比喻呢 撒种之人 所撒的就是道 那撒在路旁的 就是人听了道 撒但立刻来 把撒在他心里的道 夺了去 那撒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道 立刻欢喜领受 但他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暂时的 极致为道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还有 那撒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 有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和别样的思欲进来 把道挤住了 就不能结石 那撒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听道 又领受 并且结石 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人拿灯来 岂是要放在 斗底下 床底下 不放在灯台上吗 因为掩藏的 是没有不显出来的 隐瞒的 是没有不露出来的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你们所听的 要留心 你们用什么 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 良器量给你们 并且要多给你们 因为有的 还要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去 神的国 如同人 把种 洒在地上 黑夜睡觉 白日起来 这种 就发芽渐长 那人 却不晓得 如何这样 地生五谷 是出于自然的 先发苗 后掌碎 再后 碎上结成 饱满的子粒 古迹熟了 就用镰刀去割 因为收成的时候 到了 神的国 我们可用什么 比较呢 可用什么 比喻表明呢 好像 一粒芥菜种 种在地里的时候 虽比地上的 白种都小 但种上以后 就长起来 比各样的菜都大 又长出大只来 甚至天上的飞鸟 可以塑在他的蝇下 耶稣用许多 这样的比喻 照他们所能听的 对他们讲道 若不用比喻 就不对他们讲 没有人的时候 就把一切的道 讲给门徒听 当那天晚上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门徒离开众人 耶稣仍在船上 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 也有别的船 和他同行 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 甚至船要满了水 耶稣在船尾上 枕着枕头睡觉 门徒叫醒了他 夫子 我们丧命 你不顾吗 耶稣醒了 赤则风向海说 住了吧 静了吧 风就止住 大大的平静了 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他们就大大的惧怕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 也听从他了 第五章 他们来到海那边 格拉森人的地方 耶稣一下船 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 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 那人常住在坟营里 没有人能捆住他 就是用铁链也不能 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 捆锁他 铁链竟被他证断了 脚镣也被他弄碎了 总没有人能制服他 他昼夜常在坟营里 和山中喊叫 又用石头砍自己 他远远地看见耶稣 就跑过去拜他 大声呼叫说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指着神恳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 污鬼啊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你名叫什么 我名叫群 因为我们多的缘故 就再三地求耶稣 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 在那里山坡上 有一大群猪吃食 鬼就央求耶稣 求你打发 我们往猪群里 附着猪士 耶稣准了他们 污鬼就出来 进入猪里去 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 投在海里淹死吧 猪的树木 约有二千 放猪的就逃跑了 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 众人就来 要看是什么事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 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 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 坐着穿上衣服 心里明白过来 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 便将鬼附着的人 所遇见的 和那群猪的事 都告诉了众人 众人就要求耶稣 离开他们的境界 耶稣上船的时候 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 恳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不许 却对他说 你回家去 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 是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怜悯你 都告诉他们 那人就走了 在迪迦坡里传扬 耶稣为他做了 何等大的事 众人就都稀奇 耶稣坐船 又渡到那边去 就有许多人 到他那里聚集 他正在海边上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 名叫雅鲁 来见耶稣 就俯伏在他脚前 再三地求他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求你却按手在他身上 是他痊愈 得以活了 耶稣就和他同去 有许多人跟随 拥挤他 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好些医生手里 受了许多的苦 又花尽了他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 并是反倒更重了 他听见耶稣的事 就从后头来 砸在众人中间 摸耶稣的衣裳 我只摸他的衣裳 就必痊愈 于是他血漏的源头 立刻干了 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 耶稣顿时心里觉得 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 谁摸我的衣裳 门徒对他说 你看众人拥挤你 还说谁摸我吗 耶稣周围观看 要见做这事的女人 那女人知道 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 就恐惧战惊 来俯伏在耶稣跟前 将实情全告诉她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 你的女儿死了 何必还劳动先生呢 耶稣听见所说的话 就对管会堂的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于是带着彼得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 约翰同去 不许别人跟随他 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 耶稣看见那里乱嚷 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 为什么乱嚷哭泣呢 孩子不是死了 是睡着了 他们就吃晓耶稣 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 就带着孩子的父母 和跟随的人 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 就拉着孩子的手 翻出来就是说 闺女 我吩咐你 起来 那闺女立时起来走 他们就大大的惊奇 闺女已经十二岁了 耶稣怯怯地嘱咐他们 不要叫人知道这事 又吩咐给他东西吃 我吩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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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吩咐你